参数有了,有了参数是不是就有链接数据库了 是吧,就是链接数据库,那我们就写 这是初始化参数下面,因为我们说了 我们把每一个事情,把一个方法里面封装,只做一件事 这是链接数据库,链接数据库就做一件事 链接数据库 private function 初始化 connect 链接,初始化链接 那么下面这么写,MySQL I MySQL I, is the technology city connect 第一个是方法,原来方法注意啊,第一个方法是host 是吧 host 是吧,那么我这写$z,有个叫host 多号 $z,有五名是吧 有user $z $z,有个pwd $z,有个叫chr,啊,db name 是吧 db name $z,有个叫chr set,对了吧 不是啊 不是不是,chr,chr的不是chr,chr的不是chr chr的不是chr db name 好,那么这数据库就理解好了 然后再来写个$z $z的link $z是保存到这个link里面来了 你要不放在这儿的话,他直接往他就销毁了嘛 是不是啊,销毁$zlink 好,呃,那么如果你有错呢,如果你有错,你要干什么 可以,你屏蔽一下是吧 算了,有错就屏蔽一下,算了 然后呢,说,我这样写啊,如果呀,如果你有错啊 myscore i myscore i myscore i 这个方法 是点上一个myscore i cunucd connect 122 number 有错就 xr 如果你没有错 如果你没有错,那就设设计练码 myscore i set chr set $z的 一个link 你也推下 然后后面看到一个 哦,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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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是$z的 chr set 好了,那么现在我运行一下 走你 诶 没有啊 走你 诶 哦 还没调用 $z 有个叫 初始化 cun connect 诶 购到函数里面 购到函数里面 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把很多事情都分在一个个 函数,一个个方法里面 然后我只要在那边专门专用就行了 专用一个,专用一个 就其中一个,再其中一个 是不是 我这样的话 如果我把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内容 全部都写在这个里面的话 是不是写的很乱了 对 我现在把初始化和人家数据过程 都放在两个方法里面 然后呢在 购到函数里面 专用一次 专用一次 当然还可以专用很多很多次 专用好多好多的 好 下面我们 走你 看看这儿 哎呀,太好了 出来了 啊 啊 啊 反正有了吗 反正是 链接对象 链接对象 链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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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 这个 当我 只要一溜 我就做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是初始化参数 一件事情就是链接数据库 我把它各自分装在两个方法里面 我在 购到参数里面 只要这么一丢用 就好了 好 那么 链接数据库链接成功